各位主內的兄弟姊妹大家好 在今日的福音 我們聽到耶穌立伯多禄做盆石 在盆石上主耶穌要建立教會 值得幫助我們去明白去了解 耶穌為何會選擇一個這樣的門徒 而且指定了祂做世上的代表 耶穌為祂的教會建立了一個很穩固的基礎 就是選擇了一個門徒伯多禄 祂是軟弱的 祂有時是比較暴躁激動的 不過耶穌接納了伯多禄 改造了堅固祂 使得我們能夠真是很讚頌天主 因為全能的天主決定 用一個脆弱的人去傳承祂的工作 我記得我在受培育的時候 修院每次星期日第二晚託 舉行聖體降伏之後 我們都會唱一首拉丁文歌 叫做Oremus pro pontifice Oremus pro pontifice nostro francesco 整首歌就是說 讓我們一起為教宗祈禱 求天主護守祂 賜給祂生命 給祂在世的幸福 不要將祂交付起祂的敵人手中 每次唱這首歌的時候 我都很感動 更加真的體驗到 耶穌選擇了伯多禄這個盆石 去建立祂的教會 我相信我們每一位基督徒 雖然我們面對很多的挑戰 甚至乎有時候 不少人都對教會有很多的批評 但是我們要明白 天主的智慧 永遠給人的智慧高深 天主的恩賜 不像人間的禮物 用完就棄 或者一用就完 天主的恩賜 越豐富 特別透過教宗祂的首席權 在聖神的光照下 使得我們一步一步去了解教會的身份 就讓我們一齊為教宗祈禱 為教會祈禱 使得我們所有的基督徒 都能夠在一個領導 一個牧者的大領之下 去繼續前行 天主悔